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TIVA 这一个故事 来自你 哈囉 我们现在在17、18世纪的欧洲 各位 在我们眼前是非常难得一件的世界级的作品 这个画家他的名字叫做Edward Byrne Jones 叫做爱德华伯恩琼斯 他应该算是前拉斐尔兄弟会 最重要的几个成员之一 什么是拉斐尔兄弟会 拉斐尔兄弟会就是回顾古典艺术的风格 可是他们的作品里面 简单说颜色更夸张 而且每一处都有细节 简单说没有任何柔焦的地方 每一个点都是聚焦 所以上面一花一草 几乎都是设计过画出来的 所以你来看这幅画 跟地毯的时候上面充满了各种各种细节 而且在我们眼前它还不是一般的画 它是巨大的地毯 这种地毯在以前的宫廷社会来说 比绘画还要昂贵 听说一张地毯就是一个军舰那么昂贵 古代你要一个地毯 你就像拥有一个私人的这个 Party游艇一样 是这么贵的一个开销 那当时就只有皇宫贵族才可以拥有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如果到很多老的城堡 或者是老的宫殿去看 你通常会先看到 够华丽的地毯再来看到画 因为地毯是更昂贵的东西 因为它更多手工的成分要做到 Edward Ben Jones是前拉斐尔协会其中的一个奇才 他画的东西有点像这种 我们早期看到这种香港漫画 每一个人都有完美的身体 每一个人都有完美的肌肉 像那种大侠漫画里面一样的东西 你们如果看在我们眼前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圆桌五世 还有追寻圣碑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Holy Grail Holy Grail就是圣碑 圣碑在这幅画哪里 你如果看这幅画的左边 你可以看到一个金色的圣碑 传说在这个耶稣 他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使用这个圣碑 里面还传闻里面有耶稣的血 你如果看日后这个达文西密码 他们在追寻什么 他们在追寻的就是圣碑 在这个圆桌五世 还有亚瑟王的故事里 给了我们很多东西 简单说 他们觉得当你迷失自己 你就把你自己放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三个五世 把自己放逐在森林里面 为了所有的人类的福祉 去寻找去朝圣 去找到这个圣碑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三个人穿着盔甲 后面有两个天使 可是呢 你们如果细看这一幅画 你可以看到 这个每一处这些草 还有花朵 画的都非常非常的写实 你如果等一下往这个 有小水池的地方 你不但能够看到贝壳 你还能够看到海星 非常的奇妙 那另外你再往另外一处看 就是往这个画桌的右手边 你可以看到天使 你可以不只看到他们的脸孔 你看看到这个他们的翅膀 每一条都画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而且你不要忘了 它每个都是真枝出来的 是大量大量的人力和劳力去做出来 另外在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碑 就是所谓的圣碑 那当然各路还有各个宗教 都对圣碑有不同的传说 但你如果近看 你就会看到圣碑上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耶稣 画得非常的精密 那这一个巨大的地毯 它当年 其实是给一个伯爵家 他的大厅吃饭用的 你看这个伯爵多有钱 那当时大概做出了12个版本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他参加了这个 英国艺术还有工艺的大展 然后日后还在法国巴黎得大奖 那他们这一个设计 一开始是Edward Ben Jones 他找了一个他长期合作的对象 叫做William Morris William Morris也是英国知名的画家 那他们一起合作很多室内设计的专案 所以严格上来说 毕竟你当一个画家 你可能没办法糊口 所以他们早期 这个Edward Ben Jones 他也要设计瓷砖 他也要设计陶瓷 他也要设计窗帘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早期 他们不只是做画 他们还做各种室内设计 所以这是在他们的合作之下 做出来的这一个非常非常 华丽的地毯 那为什么这个地毯要这么华丽 因为William Morris觉得 现代的艺术 或者是工业革命的艺术 都太浦华无实了 他们想做出一些超乎人类想象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艺术 能把人类带到一个更高的想象力的 精神层面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眼前有 这个回归古代 亚瑟王十中间传说的这个故事 在我们眼前 还有这个极具这个魅力 极具细节的这个地毯 就在大家面前 非常的难得 一定要来看 平常你想上班吗 你如果不想上班 但很抱歉 你还是必须要苏醒 就是这个作品的名字 但是这一个作品呢 它是英国的 英国有个重要的地方 叫做皇家艺术学院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他们的校长 Law Layton 莱顿伯爵画出来的 大家如果听过 19世纪 英国有一个女王 叫维多利亚女王 或者是维多利亚时期 刚好就是英国当时最有钱的时候 所以他们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艺术作品里面 这也造就了Law Layton 她25岁的时候 她的作品 就被维多利亚女王给收藏了 所以她变成天之骄子 她的特色呢 就是她从意大利 还有希腊的雕像 她有很多很多古典 还有经典的元素 所以她是大量回归 古典元素风格的艺术家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叫Slugger 它就叫苏形 它的这个造型呢 就很像在希腊罗马 你能够看到的男子雕像 但是她回归更久 她回归到像是15世纪末 像是Donatello 或是佛罗伦萨时期的艺术作品 当时的艺术作品有一个特色 就是男性喔 有一点女性柔情的特征 你们如果稍微看一下 你会觉得这个男性 他叫Slugger 他叫做苏形 什么东西的苏形 他不只是时间到了他要醒 而是你的这个生理 还有心情的苏形 他讲的是 你如果近看 你会觉得他像 他到底是男孩 还是他是一个男人 他是讲一个 一个人从男孩变成男人之间的一个转类点 他既有这个结实的肌肉 但同时也有一些这个少年柔嫩 这个萎缩的样子 所以他是还在一个转类点 所以雷顿伯爵抓到的就是男人转类点 中间的这个样貌 所以他有点青涩 但好像形体上又要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那Lord Layton本身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他非常的神秘 他在西伦敦这个地方 有一个他找了很多艺术家 还有建筑师打造出来的家 就叫做Layton House 大家绝对可以去参观 里面他请了艺术家 做出了这个瓷砖陶瓷 而且他家早期还放了各种大英博物馆 像是希腊雕像的文物 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吸鸦片区 还有一个黄金色的喷泉会跑出水来 听说当时有很多我们后面的这些 这个前拉菲尔兄弟会的成员 就会在他家里聊艺术 聊唱歌 吟诗 然后偶尔可能会吸吸我们熟悉的鸦片 所以他家充满了各种色彩 可是他个人却非常的孤单 他这辈子没有结婚 你如果到他家里 你只会看到一张小小的床而已 而且他日后有一幅大作 叫做炙热的六月 这幅炙热的六月在经过很多手之后 竟然消失 日后在工地被发现 竟然日后卖到了一个地方 叫Porto Rico 波特里各这个小岛上面 所以英国的国宝 或者是英国的蒙娜丽莎 就卖到了这个外围的小岛上 那我们再回到眼前的这个Slug 这个Slug的造型 在哪也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在英国的泰德美术馆 The Tate Gallery Tate Britain 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 另外如果各位有机会 记得去圣保罗大教堂 圣保罗大教堂 就是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结婚的地方 查尔斯就是现在英国女王的儿子 那是他们结婚的地方 雷顿伯爵就埋在这个里面 而且他的这个坟墓的纪念雕像非常的大 上面有一部分就有这个苏形的Slugger 就在他的这个纪念雕像上面 所以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各位到伦敦也能够透过他的艺术作品去探索他 所以这个就是Low Latent 还有后面一幅小的画 但他这一句代表性的作品 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每一个人对于怎么导览 跟怎么讲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我个人呢 我会永远去质疑所有讲稿上面写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很希望你讲的每一句话 它都有事实跟亮点 那如何找到这些亮点 就是透过大量的阅读 还有笔记的整理 所以当你资料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引进句点的习惯 就会越来越好 然后你讲话就会很精准 每一句都很有戏 吸引你的旅客 因为导览真的是一个 五分钟之内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一个艺术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То是你回去我来稍后